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播环节 有点想问,可以送电话来或打电话 身边的嘉宾是Jason,研究部经理陈慧聪 你好Jason 翔丁你好 先看看李小姐的电话 问两只股份,第一问300 两个股份入货,如何部署? 保理协音方面,我们先跟进估价 暂时来说,偏远去到两个三乎三的位置,如何部署? 现在看到市场似乎有点回调的压力 我都觉得短期里面的市况都会比较繁复 甚至乎估额都有机会是持续的 这一类的太阳能股都是很跟市场走 特别如果你说市回资金走的话 那300方面的价价都很难说升到哪里 所以如果你说上面两个四乎买货 那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见到他今天 上到两个四毫的位置顶住了 代表这些大概在二天线的阻力都比较大 如果你说未来的市场继续回资金走的话 那300是连下面两个三这些位置都跌穿 那就有机会要再试下面 大概两个一毫半这些支持位置 所以如果你都买得多货的话 可以初步订回一个止蚀位置 就放在两个两毫八 如果你说见到今天收市的时候 是跌穿两个三收的 去到两个两毫八这些位置 都应该要先做一个止蚀先了 明白 好 另外就是中港核电力 暂时股价来说 去到四个一合一的位置 他说在四个四就入货了 那怎样部署呢 今天来说都好像比较急一点 回到百分之四 这一段时间那个调整都比较明显 究竟跌够了吗 是的 说中港核方面 亦都是这一段时间又跟回市 今天都同样第一支大阴烛 暂时跌了下来 在那个形态上面都是比较远一点 因为说之前上过去大概四个七这些位置 几次都升不穿的 现在在那个技术形态上面都做了一个 即是叫圆顶 这一阵跌下来的 下面现在四个一是一个比较关键一点的支持位 如果这些位置是真的失手买 可能整个调整廊会继续 下面再找个支持 可能要落到三个七三个八 所以现阶段这支股份 我也觉得应该要以一个减绑为主 明白 好 多谢先了 李小姐你的电脑 以email查询的 下一位都是email 这一位就是Venus 问38号第一拖拉机的股份 他说什么价位好入 都继续下跌 现在跌4.5%下来 去到6.69%的位置 不过你见到之前曾经都冲到9元楼上 好像每天跌市都有他份 对啊 怎样部署呢 其实这支股份你说升 真的升得不是很多天 纯粹就说三月尾四月初那段 那大市突然之间抽上来 那这支股份都顺势就叫做升回点 就是去到9个多 但是之后呢 你见到恒指本身都keep到 在1.28000这些位置走 但是这支股份呢 就反而是跟不着的 很多时候那些市升呢 它都是零零射射自己跌了下来 那反映回现在市场上面 对于这间公司的看法呢 不是说就是那么正面 就算之前不断说的 那些什么农业的改革啊 又或者是说 对于农村方面的贷款是增加也好 但是似乎这间公司一直以来的股价 都是令人失望的 就不是说真是很受惠到那个国家政策了 那如果你说这一阵的市回的 那当然它都要跟着跌了 那这一阵落到6.6号多呢 暂时未叫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的 那还都要留意 因为它在四月初急升上来那一阵呢 都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裂口 那当时的裂口那个的位置呢 大概就在6.2至到6.6 那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补回这个裂口的话呢 那今次的调整呢 就真的有机会要去到6.2才会有个比较明显的支持了 嗯 小时候都偏淡 好啊 另外呢 我们看了就是grace的email 就问回今天的焦点1060 压力影业这个部分 好 其实跌幅收窄了 今早早曾经都跌超过一成这么多 低位见过3.09 那就是做好一点上来的了 3.46 现在跌6% 最主要就看到赵薇 就减持了 吐现成10亿的 因为就是那个私人财务理由去 去减持股份了 那他说在4.33就卖了 两人了解回那个前景是怎样的 是的 那你说赵薇去减持 把持股量 由9.18%就降到7.96% 而且见到今次套现的金额都有成接近10亿 那那个作价3.09 算是叫做不错的价钱 那当然你说公司这些是大股东方面去到减榜 那特别就在高位上减持 对于这个股价短期来说一定有个压力的 那所以今早你见到一开的时候 都接近跌到下去3.1这些位置了 那但是你说这一下那个股价叫做弹上来 都可能是因为大家仍然对于 来到阿里影业方面 都仍有一些注资的行动 特别就说之前都见到 阿里巴巴就向阿里健康方面 注入了一个很大规模的 就是天猫医药的资产 那都有个相类似憧 究竟来到阿里巴巴方面 会不会都有更加多关于一些 影视娱乐的业务 注入去这一间的公司 那所以暂时看这个股价又跌得不是说太多的 那但是始终这一只股份的那个特性 都是比较波动 就是跌跌得快 但是同样地去弹都去弹得很急 那暂时如果你说真的要部署呢 我觉得都是可以啊 这些位置你说少住博去再抽的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那接下来你看到它弹回去 大概是3.6 3.7这些位置 看看能不能够升穿 即是20天线了 如果你说接下来能够大成交 保了今天跌下来的裂口的话呢 其实问题就不大的 那但如果你说这一阵弹到3.6 发觉都说再升不起 那到时就可能都要以一个减帮为主 明白吧 好啊 OK 之后就来看这位家庭观众 问一下铁路股 铁路相关基建股份 1800中交建 他说在$15.05才入货 现在来说去到$13.24 继续要下跌4% 跌了很多天了 究竟跌够未呢 都想了解一下 就是1766和6199 即是中车合併之后的前景 有大行都劝语 投资者可能不想不提议 不建议大家 就说他因为停牌停了一两个月 所以就说建议不如你沽了一些股份 放一些cash 就不会鎖住的 所以就建议一下 就说好没有换马 会不会解释到为什么近牌呢 就跌了这么多 因为真的已经反映了一些利好因素 例如一带一路 又或者是一些合併的消息 因为之前都真的升了很多 刚刚你提到的因素 就说他接下来停牌 那个日子应该不会短 是的 那变相如果你说 真的你要拿一大笔钱 这些买 其实你就要被人凍结了资金 其实整体的弹性不是很大 特别就说 接下来5月中到6月这段时间 会发生什么事呢 A股方面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或者调整 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说这只股份 你买了进去 鎖住了到时市逆转 你走不了的话 其实都可能会有些损失了 所以现阶段我就不建议 买这两只股份住了 虽然他真的回了几多下 你说真的要去到考虑一些基建股的 我觉得1800可以是找位买的 因为始终他这一排 的而且股价的走势 都是比较差 还有那个跌幅 相对都是比较大一点 如果你说 未来他的股价 有机会下回13元留下的话 我也是可以考虑买一些 Jason他有货 15.05元才有货 15元如果有货的话 当然我觉得都是可以先拿着 刚刚都说他这一排 既然落后了大股这么多 但是未来的钱 从南车到北车到出来 都是有机会买到这一只100元上 所以有货的话就可以先拿着 好 谢谢 另外先看看陈先生的电邮 先问偏道175的吉里汽车 我们来看看原价 暂时约到4.34元 跌1.6% 他就说其实之前已经沽出了套利 有cash在手 还想买入 给他一个马上价 打算是中短线去投资部署 什么价位好呢 要买的话都可以等等 因为近期的汽车股 当然是算做得不差的 但是既然市业会 都可能触发部分资金 由这一类的汽车股上套现 看到吉里今天的股价 虽然不是跌很多 但是都很明显 看到之前大概在4.4 4.5的位置 阻力都很大 你看下降轨来说 过去的一个星期都升不穿 还有今天股价就更加跌穿 现在每天要买到4.5的位置 这一类的 可能要试下降4.1 或是再低一点 所以要买的话 这些位置都可以等等 等待他接下来回到4.1 左右才可以考虑买回 好的 好,謝謝Jason,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休息一會,待會回來繼續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母校